第十二届海峡论坛大会9月20日在福建厦门举行 两岸各界人士应约而至 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和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的不利影响 海峡论坛继续举办 充分彰显了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合作 探索融合发展的主流民意 希望两岸能够尽快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来多协议 中国人就认同我们的民主感情 大家携手合作 让这个民主伟大复兴 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我来这边主要是代表所谓台湾同胞的共同心愿 因为就是希望两岸和平 都希望两岸都能够繁荣昌盛经济繁荣 都能希望中华民主能够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海峡论坛举行的十二年来 已经成为了两岸同胞交流交往 交心的合作供应的一个民间交流的嘉年华 交流我觉得还是不能停也不能断 更不能傻 希望在扩大民间交流和 我们从文化的角度能够更深地合作 本届论坛综合考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际 精心设计内容形式 紧扣当前抗疫热点 新增 卫生防疫 有序复工复长等议题 融入两岸同胞携手抗疫 手腕相助 共克时间的感人故事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举办多项活动 涉及青年 基层 文化 经济 四大交流板块 我觉得海峡论坛就像一个平台 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交流的空间 就是互相去彼此认识 这边人口基础会很多 所以机会一定也是比台湾会多一些 在进一步落实落细 31条 26条汇集台胞措施的基础上 大陆方面今年5月又推出了11条措施 助力在大陆的台商台企 提供更多的发展机遇 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我们在这里生活得非常好 两岸交流的话 是一个融合发展的大势 这是不可阻挡的 虽然说现在疫情的情况 我们可能交流比较困难 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演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当天的论坛大会会场外 不时可见与会的年轻生意 不少台湾青年踊跃参会 分享各自的故事 这些怀揣梦想渡海而来的台青们 也用自己的故事 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到大陆来就业创业 其实也并不存在说 我来这里发展多困难 其实并不会 反而是这边是不断的接纳 然后而且是很大的一个福利 给我们的台湾青年 所以这一块我是非常看重 比较支持这一块 所以才会选择这边 在福建也好 在其他省份也好 有很多这样子的我们 都一直在深耕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来这边 发挥自己所长 或者是在这边拓展事业的话 先不要有太多的自以为 然后可以先多来看看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很想鼓励的 就是先来看看 然后有机会的话来这边落地生根 自2009年以来 海峡论坛已成功举办十一届 成为参与机构最多 活动规模最大 涉及范围最广 民间色彩最浓的 两岸民间交流平台 备受广大台湾同胞的欢迎和喜爱 十一年来 海峡论坛本着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 已举办大小活动570余场